台东南与开源港越来越多船只涌入艇靠 因为潮差约两米高度 很多族人上下卸货非常不方便 让南与相关所提报计划 有台东县政府发包师做新建浮动码头 不过完工后却停满船只 族人认为应该要留空位 好方便上下船 我们有收货的话也不好搬上去 要改善 就是这些船 他们那个船主应该要机会教育 长约30米宽3米半的浮动码头 今年6月完工 原本是要让渔民方便上下船 如今码头边全被船只停靠 相公所表示 以通知县府渔业客处理 上个礼拜我们也通知了县政府的渔业客 到县长去县堪 县政府经过这样的发挥以后 也会借着海巡 确立的这样的动作 让浮动码头两边能够 让我们乡亲在上下船能够有所便利 南与开原港除了有大型货船停靠卸货物外 加上客船进出 几岛上船只停泊 让主人上下船相当不便 就算有了浮动码头供上下船 但还是被船只占据 他们希望早日解决 至少留一个船身空位也好 记得下班 南丽大圣台东来与采访报道 沙子